总理提到了中国的进步开放市场 特别在刚刚收定的外籍方面 也会有进一步的配套出息等等 可以说是让整个中国的营商环境 有更大的进展 那我相信我们很多全球的跨国客户 都会更应征地去考虑 进一步地去加大它在中国市场的服务能力 精英们还认为李克强总理的讲话 也是中国再次向世界表明了改革开放的决心和力度 尤其是针对海外在中国投资方面的强化法理政策 将为中国经济增长给予了新的动力 我是杨颖李南 报亚洲论坛报道